大家好 我是陳寗 在裝潢的時候 如果你的這個電視牆是要搭配音響的 那過去我們其實說過很多就是 關於你必須要把線槽做好之類的事情 或者是不要小舞台 然後要線槽 如果你的地台一定要有的話 可以用西行鋼 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在影片裡面談過很多次 所以現在很多 brother sister 傳訊息給我跟我說要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先跟我說 陳寗我知道線槽要做好地台 不要小舞台 這個我覺得超棒的 就是你已經做了功課 但是 你知道這些事情之後 其實後面還有很多很多的陷阱 正在等著你這就像是打過來一樣 你有一種意想不到的地方會發生 今天我們看了這個案子 是我高中的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這個朋友對我來說很重要 你在我的影片一定有聽過 有一個朋友 他跟我分享鋼彈 同時又教我數學跟化學 就是這個 之後我來問他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讓他 就可不可以讓我拍影片 他也是個 他是牙醫 所以 我之前說 我的朋友裡面 他們的這個title 都很厲害 就是這樣子 你看我有牙醫的朋友 有好幾個 有醫生的朋友 有教授的朋友 然後有那個 台灣有名YouTuber的朋友 都是我高中同學 就是我才是那個Nobody 那 我們今天來看 他是怎麼樣的問題 首先 他的組合 是一個F501的組合 那F501的組合 我們居然來看現場 這很多人 就說 陳寗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我們這個 這位brother 就這個高中同學 他一定要跟我講 陳寗我應該要付你諮詢費了 我說 算了吧 你就當成是我回報你 當時回答了我 大量的語损 數學與化學問題 讓我可以順利考上台大 就是感謝他 我有好幾個這樣的朋友 他們負責了我好幾個科目 只有國文沒有人需要幫我負責 因為我可以負責 我就是國文肖老師 但是我們來看 他是F501組合 所以 他的牆面 你可以看這有三個洞洞 基本上就是 電視牆 電視牆通常都有三個洞 電源 兩個 然後一個地視台 一個網路孔 那這個地方放電視 通常你建商蓋好的時候就是這樣 那他F501 一支放左邊 一支放右邊 然後他還有超丁 這件事情是很OK的 那其實很多人家裡買了 就直接插了線丟著就好了 可是既然要重新裝潢 那當然就是要把線藏好 所以他的線槽 有規劃好 而且也講了很多細節 我們在影片裡也常聽到 比如說他的線槽要夠寬 5 公分成 10 公分 然後丁子不可以打進去 這些都有提到 可是 BUT 這裡就出現一個意外 仔細看 原本呢 這個喇叭孔出現應該是要在這個位置 可是你看到他被挪上去了 被挪到這個地方 那這就有趣了 喇叭的出現孔如果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就表示什麼呢 表示 首先這是一支F501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支F501 那朱里妹妹幫我們加上去好了 有一支F501 然後呢 F501 接喇叭線的位置在下面 也就是說呢 他差不多在這個地方 在插喇叭線 那他喇叭放在這裡呢 他的出這個喇叭孔 在這個地方 喇叭做在這個地方 喇叭線從這裡出來 他就要下來 再插過來 那這樣子你做這個意義在哪裡 你把線就丟在地上就好了 所以呢 這個地方是不對的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我覺得非常意外 可是很多我已經遇到不只一個設計師發生這種意外了 就是 他把出線孔挪到上面來 這是第一個狀況 就是出線孔被挪到很高 第二個狀況 是 原本呢 我們會覺得說 如果擴大機要放在這裡 擴大機呢 我們這位是同學 要把這個 放在這個地方 擴大機放這裡 那麼線呢 應該是下來 然後再過來那邊一個孔 這邊一個孔嘛 可是呢 很多設計師呢 都會這樣子 從這裡進去之後 上去天花板 然後繞一圈之後呢 繞了長長了之後 然後再下來 好 這兩件事情都會發生 請問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來搶答一下 滴答滴答來搶答一下 答案是呢 設計師認為這個喇叭線呢 會去擋到其他的線槽 跟其他的線呢 會打架 所以他必須要繞 那 這次問題來了 他會跟誰打架 我們看一下 你知道這個地方 這裡 這裡有光纖 跟HDMI 有一個管子嘛 所以這個管子呢 會這樣上來 然後延伸到這個地方 然後 再來電源 這個地方 又會這樣一個 這樣長長的過來的電源線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有很多橫向的 管路會過去 所以呢 設計師他就認為說 那這樣子呢 這個 這個線槽從這邊下來的時候呢 是會跟這些管路打架的 所以 不可以這麼做 這個時候呢 是一件我不太理解的事情 就是 如果呢 這些線過去會打架的話 那麼 上面這個地方的光纖過來 會有一條管道 而這個地方呢 則是從這裡到這裡而已 那麼 是不是可以從這個管道的下面 一條下來 直下來 超過這個插座之後 再過來呢 答案是可以的嘛 這個用膝蓋想都知道可以嘛 可是呢 我發現我跟 也是 我就講不只一個設計師這樣講 他們都跟我說 不可以 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但 答案是可以 他只是不想重做 我遇過最離譜最離譜的一個設計師 是我跟他在講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翻臉了 他跟我說 我們可以不要再檢討為什麼了嗎 我們可以現在解決問題就好了嗎 這件事情其實讓我覺得非常印象深刻 因為我一直以為這是二十歲的年輕人才會講的話 結果他是一個設計師 然後他說我在檢討他 那問題是你今天做錯了啦 你就做錯了 因為這件事情我們其實有講過 不要這樣繞 業主也知道 然後現在我們就是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你來凶我說 我們可以不要再檢討我做錯的事情了嗎 你可以不要再檢討我了嗎 你可以就 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嗎 我就說 好解決問題的方法很簡單 拆掉他 你只要把這根管子拆掉 好不好 當然是不要 所以這件事情呢 我必須說 很簡單 一開始 我現在也覺得我們就不要再去說 跟設計師說你應該怎麼做 因為我相信他們有很多困難 而且其實他們很忙 他們有很多案子要做 你看他每一個都去客製化 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很簡單 我們畫給他 我們告訴他 這裡要這樣走 這裡要這樣走 我們把這個管線畫給他之後 那在這個做的時候 他牆面呢 就可以預先去把這個管子拉好 那甚至呢 我們一開始把喇叭線就埋進去 後面就不會有穿的問題了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呢 你的線呢 在不合理的地方出現 比如這麼高的地方出線口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可以避免你的喇叭線繞太長 那這裡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電源線繞長是沒有關係的 你就想嘛 你這個地方 布雷卡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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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電線呢 要繞到你的房間去 那是不是繞很長 所以呢 你在這個地方呢 多繞個五六公尺 那是沒有關係的 那有的時候呢 水電或者是工班會跟你說 那個電線很貴呢 那你一定要記得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放在牆壁裡面的這個電線 就算你用太平洋的 就算你用染線 再怎麼貴 都沒有你的喇叭線來得貴 你這個地方呢 拉了很長呢 你就算拉那個二十公尺呢 往往呢 也不見得會有你那個喇叭線 多加個一公尺來得貴 所以呢 應該優先的是要電源線拉長 而不是喇叭線拉長 這是第一個 是價格的問題 第二個 是聲音的問題 你的電源線跟喇叭線呢 你的電源線拉長一點 是不會怎麼樣 可是你的喇叭線拉太長了 有的時候你用的擴大機 不是那種非常大推力的 那對聲音都會有非常大的影響 那會讓他怎麼推力呢 變成沒那麼有力 所以呢 你原本三公尺 就可以搞定的喇叭線 變成要十公尺才能搞定 那對聲音都會有非常大的影響 那對你的預算 也會有非常大的影響 有的時候那喇叭線加一加 你的擴大機都可以升級了 所以呢 這個線槽的問題 尤其是在牆壁裡面 該怎麼走的問題 一定要思考 那這個部分呢 我會建議你 一定要請設計師出圖給你 你畫好之後 要請設計師以 CAD 圖的方式出給你 如果他不願意出 我可以跟你講 目前我遇到的百分之百 一定會在後面施工完成之後出事情 我們曾經有遇過一個就是他不願意出圖 然後說 反正他不高興說我羞辱他的 結果後來呢 他就發生了 我們有拍了好幾次影片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喇叭線有一吋的粗 但是呢 他給我的做出來的線槽只有這樣子 就是連我們助理妹妹那麼小的小手 塞進去都有困難的線槽 那這就是不出圖的結果 因為他不出圖 所以後續他做錯了 這個 這位Sister呢 他也沒有辦法去跟設計師去吵這件事情 因為沒有任何的合約 所以出圖出了 他沒有照那個圖做 那是他違約 可是呢 他沒有出圖 你就讓他 就這樣開始做了 那後面沒做好 那就是 你要自己去想辦法了 那這個問題其實很多啦 所以我再把他放到會的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聊到這裡 那看完影片之後呢 有任何問題想法呢 歡迎留言 我們可以再討論 那你想一套這樣的音響 想要這樣子 把這個規劃好 在這邊有QR Code 告訴我你的預算 你的空間 還有你想要的音響組合 或你喜歡的聲音 我們再來 幫你搭配一套 適合你的組合 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要訂閱